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面临炸弹气旋的侵袭 全美如同冰封世界 此季为街友发送热食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陈珠奇 大家今天是否度过了一个湿冷的假期呢 今天的最低温来到了16.6度 出现在桃园的新屋 提醒大家是气象局说 西伯利亚的寒潮爆发 台湾即将要迎接入冬以来第一波的寒流报到了 从明天开始气温就会像溜滑梯一样直直落 带您来看各地的低温预测 在北部地区 明天白天还好 大概有14 13度 南部还有18度左右 可是到了礼拜二 礼拜三 气温就直直落 北部 中南部都有低温左右的天气在10度以下 还要提醒大家 蓝色的部分代表是湿冷 也就是礼拜一 礼拜二是湿冷 到了星期三的时候 会偏向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来听听气象局的说法 明天下半天起就是寒流南下 那寒流南下 它带来的水气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礼拜二的时候还是湿冷的情形 那到礼拜三 整个水气是减少 天气转干冷 接下来这个场景大家看到都会觉得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是在云林 今天凌晨的时候 一辆小客车撞断了排水阀 导致于这个自来水像一柱晴天一样 直直地往上冲 竟然就这样喷流了长达七个小时才被修复 许多民众都说 这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水资源 强劲水柱不停往上喷 高度超过了红绿灯 约有三层楼高 地面水流瞬间形成了一条小河 自来水公司人员在现场抢修 全身湿透 凌晨一点四十分左右 云林二轮的永定国小旁 轿车撞毁自来水排气阀 一声巨响吓到居民 自来水公司人员破曝赶来抢修 却遇上困难 到天亮都还止不住 影响更大 现场发现一辆撞毁的白色轿车 车身有水管蓝色的擦痕 但车上不见人影 驾驶当时已经离开现场了 我们根据这个车号通知车主方案说明 水柱喷了约七个小时 上午九点水管才停止喷水 自来水公司先将水止住 再重新装置开关 而赵氏的驾驶 汽车逃逸 除了赔偿公务 还要负法律责任 大爱新闻 云林综合报道 中友宣布明天凌晨零点起 汽油价格要调账两毛钱 让台湾的汽油价格来到了三年来的新高点 另外这两天媒体都在报道说 中友想要停止贩售 用量比较少的九二五千汽油 但是今天假日 中友还是出面澄清说 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油价涨涨涨 小黄司机最有感 现在又传出因为空污严重 中友评估停售九二五千汽油 民众能接受吗 都是加九二啊 对啊 大概一个月会多支出个两三千块 当初买车是规定说要九二 他说我的车九五会造成排气口堵塞 就还是有一个配套 不然我这车受伤了 或者是堵住 这修理费 命中荷包首当其冲 以售价来看 九二五千汽油比九五汽油便宜1.5元 一台机车加满约五公升 改用九五就贵了将近八块钱 特别是中油的九二五千销售量大约占两成 而大部分都是机车族学生与基层劳工 年长一点的 因为都是比较早买车 所以就会 车子会比较旧一点 他们都基于加九二 一般来说九二五千使用的低压缩比引擎 马力和效率较差 引擎燃烧率也是最低 加上越南今年基于环保停售九二五千 台湾跟进退场不是不可能 可能九二的 它比较没办法做到完全燃烧 所以它可能会排出来里面会比较多的一氧化碳 定义了行政院的政策要在2030年2035年 停止销售油料汽车跟机车这种方案 我们在做唐原的规划 那唐原的规划是要配合这个政策 去做一些绿能站的一个想法 所以并没有针对九二停售这个部分在做规划 终有强调油品贩售都得提报 经济部能源局或同意才行 短期内不会停售九二五千 只是环保当道 电动车已经成为趋势 油品检讨在所难免 大家喜欢黄金屏 许英豪 台北报道 不论什么状况都要注意交通上的安全 来看屏东这名男子他为了救一只狗 一时情急之下他就冲进了高架铁路 结果遭到刚好行经的火车撞伤而身亡了 他生故之后留下了高龄的妈妈 还有一双儿女 加上这个家庭本来就是低收入户 在屏东的慈济志工协助善后 高架铁路旁一名男子被火车重极身亡 死者母亲到场哭断肠 不要哭啦 我要保护你 意外夺走父亲董事的孙子忍痛安慰奶奶 这场意外冲击着这个中低收入的家 慈济志工赶紧来关心 你我相信 老你相信 我也会站着干净苦 志工抱着伤心过度的老妈妈 原来男子闯入铁道竟是为了救狗 欧老太太的儿子多年前离婚 育有就读高一的女儿跟国小六年级儿子 平时只靠打零工养家 儿子的往生让家顿时依靠 儿子这样不告而别就是往生的 所以他就讲说白法人来送黑法人 是一个大不孝 我们一直在护卫他 经济一定会有困难 那我们慈济会尽量的来帮助他 宋上慰问经应急 志工坚定的手撑起全家人的彷徨痛楚 有慈济人相伴 未来的路上别害怕 大约新闻 陈一真 陈立委屏东报道 而家里有失智长辈的话呢 这个照顾者要付出的心力 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高雄有一名男子准备要参加公务员的国家考试 没想到考试前一天发现失智的爸爸不见了 他赶紧报警协巡 最后发现爸爸是昏倒在路边 还好有好心人帮忙送到医院 穿着米色外套的阿伯走出路口 步伐满山还东张西望 5号晚间9点左右 一名增信民众报案 失智的父亲下午3点离家 下落不明 警方调阅20几只监视器 发现阿伯后来上了计程车 我们就很激紧的就跟辖区的 那个决民所联络 看是不是有民众入导 或者是失智的老人的报案状况 那他就跟我们说 晚上12点的时候有一起 那我们就离奇去高雄医学院去查证 那证明就是这个申信老先生 抽丝剥茧终于悬现在医院 找到失踪的曾阿伯 还好治疗后安全返家 警方也提醒失智长辈失踪风险高 呼吁我们的一些有失智老人的家属 最好是可以在他们的医务上 修上家属的联络电话 那方便我们警方 如果有接获这类的报案 能够我们迅速的第一时间 然后找到家属 预防长辈走失 民众可以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 发现疑似失智长辈 也要赶紧报警协讯 大爱新闻 潘玉珍 张瑞平 高雄报道 还记得他妈真的可以叫做生命的勇者 这是在八仙城报当中受伤的黄伯伟 当时他全身有90%的面积烧烫伤 从一个健康的男孩变成了节肢 只剩下左手的残障者 黄伯伟即便如此 他还是认真努力地念到了大学 拿到文凭毕业了 现在他把自己的奋斗历程 写成了9万字的字字珠基 希望描述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也能鼓励更多人 我的本分是学生 那我应该要把我的科业顾好 重返校园完成毕业梦想 25岁黄伯伟 两年半前在八仙城报中 意外失去右手和双腿 烧烫上面积达90% 虽然体无完肤 却奋外珍惜活下来的机会 那时候刚拔呼吸器的第一滴水 我很难形容 如果现在要说 我会说他是人间极品 在保龄球道前 一次次练习 他还登上和欢山挑战宫顶 这些跨出去的动力 都来自家人全力支持 不管你做了什么 不要担心 家人一直都会是你的后盾 那当他们这样跟我说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 一直觉得我要更努力 曾经靠着叶克摩 才能维持生命 看在医疗团队眼中 原本存活率不到百分之五 却出现奇迹 他如果不损失到这几个肢体 是没办法活下来的 这么严重的病人 能够存活下来 在我来说也是一个意外 满身疤痕 都是和生命搏斗的印记 黄博伟写下一字一句 鼓励更多商友 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黄博伟 加油 大家新闻 蔡林李明华台北报道 中研院院士同时也是经济学者的管中敏 经过领选即将成为台大新任的校长了 今天他跟媒体见面 也期待自己将来能用四年的时间 改革台大 面对着台湾高教品质下降 加上人才流失的困境 管中明强调台大的转型是势在必行的 未来要走的方向 包含了国际合作流财 缆财等等 希望带领台大重返荣耀 当然也对于台湾高等教育的困境 希望能够带来新风貌 管中明预计在2月1号上任 接下来一起关心灵的健康 天气很冷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脖子比较僵硬 一觉醒来 落枕的人也就增加了 附近是教导大家 在醒来之后 先用这一招寒羞曹的姿势 来暖暖筋骨避免落枕 天气冷稠稠 缩在被窝里 也要小心肌肉过度紧绷 满枕观察 在冬季一觉醒来 发生落枕的患者 就多出两成 下来的时候会整个脖子会很紧 然后工作就会很不舒服 肩膀脖子都会硬都是会的啦 稍微一转头就痛到受不了 通常是因为枕头高度不对 睡眠时颈部姿势不良 造成韧带和肌肉拉伤 如果先天长短脚或长骑翘 二两腿站姿三七步 也会间接导致颈椎小关节错位 落枕老式找上门 物理治疗师示范这套含羞草自救法 先慢慢转头 再偏移角度向外延伸 那再次往后仰 叫做转 偏 仰 这样慢慢来的话 你做一两次以后 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放轻松的 放轻松是不二法门 平时还可以自我按摩 加强肌肉柔软度和延展性 适度运动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枕头高度 都能预防脖子卡卡再度发生 大家新闻蔡玲 李明华台北报道 接下来是今天的健康一点通 国人十大死因当中的榜首 永远是癌症 大家都纹癌色变 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的这种胰臟癌 更是癌症当中相当顽强的一种 因为它很难早期发现 就算发现了治疗上也相当困难 预防胰臟癌 今天一起来关心 您是不是高危险群 这是达温西手术切除胰臟癌的画面 尽管医学八达 胰臟癌仍是很棘手的癌症 能够开刀的话 平均存活无年存活率 大概是15到20 那如果不能够做根除心血治疗 的话可能无年存活率就有3到5% 彭吾医师侯武忠 开船巡慧小岛看诊20多年 2017年初他罹患胰臟癌 11月就病重往生 享年54岁 像一些医疗前辈 他们那种付出医生的辛劳 然后让民众得到一些生活的进步 那才是真正的医疗风险 电脑拒播贾伯斯 南高音帕华洛帝 隐心派驱克史威兹 音乐大师洪一峰梁洪志等人 都是胰臟癌病士 往往都要等到后期 侵犯到周遭器官 或是肿瘤比较大了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症状 胰臟在腹腔深处 常见的腹部超音波 不易发现肿瘤 南早期诊断是治疗困难的主因 一旦诊断出来 很多第一个理转的乳化手术 或者说侵犯到大学官 乳化手术 手术处理 有它先天的一个难度存在 开刀切除 既困难风险也大 如果无法手术 其他治疗成效很有限 如果能够做根除性的手术 仍然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胰臟癌对传统的放射线治疗 和化学治疗 反应并没有很好 胰臟癌病因不明 不易预防 60岁以上男性 有抽烟习惯 家族病史是好发族群 饮食可能获取一些相关 例如说高油脂 高糖 这些低蔬菜水果的饮食 那或者是过度肥胖 本身有糖尿病 或者是有慢性胰臟癌的患者 可能跟胰臟癌有些关系 腹痛 恶心呕吐 没食欲 体重减轻 黄胆 都是胰臟癌可能症状 一旦出现建议就以检查 国际新闻先来关系 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地震 还好都没有大规模的伤亡传出 首先在印度东部规模达到5.5 是一起浅层地震 而在中东的伊朗 稍早的时候 也发生了规模5.0的浅层地震 目前为止有21个人受伤的报告传出来 不过伊朗最近真的是多事之秋 从去年底延烧到现在的社会动荡呢 还没有安抚下来 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游行 因为他们主要有三个诉求 这三个诉求包含了 他们觉得伊朗社会的失业率太高了 尤其是青年失业率 贫富差距很大 加上政府贪腐 这群年轻人希望走上街头 表达自己的诉求 透过这样的方式改变伊朗社会 2017年最后一天 世界各地正欢天喜地迎接崭新的一年 伊朗街头却是剑拔弩张 伊朗2017年岁末一点也不好过 国内鸡蛋价格一个星期内暴涨40% 30颗鸡蛋价格最高来到新台币122元 涨幅更是比去年高出五成 政府却拿起流感肆虐 当作淡价上涨的党剑牌 无心解决物价飙涨 引爆伊朗人 积怨已久的怒火 经济持续低迷不振的伊朗 人口八千万人 青年人口占百分之七十 失业率逼近百分之三十 就业温饱成了伊朗青年的最大诉求 生活水准倒退也激怒了伊朗人 总统鲁哈尼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提议删减贫物补助 调升燃料价格 市井小民的感受最深 更让伊朗人痛心的 是2015年伊朗核武协议 并没有带来明显利益 总统鲁哈尼曾经承诺 这项协议将结束各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 国家经济就要起飞 死对头美国却动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权 持续封锁伊朗经济 更以伊朗开发导弹为由持续制裁 伊朗经济民生迟迟无法改善 民众期待过高 失望过深 自身难保的伊朗 甚至插手国际事务 支持叙利亚政府军 增加国家财政负担 身穿绿衣 佩戴绿丝带 抗议者涌上街头 回首伊朗2009年反政府的绿色革命 抗议者控诉前总统阿玛丁加德 大选舞弊 要求重选总统 当时抗议目标明确 这次却一变再变 加上群龙无首 抗议显得零星失交 难以形成大规模革命 尽管如此能预见的是 伊朗正迈向改革的十字路口 伊朗社会变革的呼声不断高涨 政府如何谨慎处理纷争 避免事态升级 国际社会都在等着看 大爱新闻周波线编译 1986年乌克兰的车诺比电厂发生爆炸 是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核灾事件 到现在为止核辐射还是浓度非常的高 保守估计要两万四千年 这些辐射的元素才会逐渐消散 因此到现在为止 车诺比是没有办法助人的 乌克兰政府却从去年开始 在这里新建太阳能电厂 希望能够重振车诺比这个地方 小心翼翼装上面板 锁紧螺丝 有座太阳能发电厂 在想象不到的地方 等着成为两千个家庭的电力来源 车诺比核灾事件 距禁将近32年 乌克兰政府为了减少对邻国 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2017年开始在车诺比 新建太阳能发电厂 这项工程由乌克兰工程公司 和德国再生能源公司负责 在约两个足球场大的区域 装上三千八百个太阳能板 新建成本约新台币三千六百万 启用后计划七年内回本 为了提供更周全的保护 乌克兰政府早在原本阻隔 辐射污染的水泥石关外 增盖一层拱形金属防护罩 而车诺比具备充足阳光 和机油的电缆建设 适合作为创新科技基地 未来将借油发展太阳能 满满复苏 大约新闻陈晓琳编译 而非洲的乌干达 在内战期间 反抗军大量绑架孩童 把男孩训练成娃娃兵 把女孩被迫他们变成了未安妇 现在内战结束了 但是这群孩子的心灵创伤 却何等的深 现在就有团体 用艺术治疗的方式 希望全面地抚平 这些孩子的深心灵之苦 音乐和舞蹈杂柔戏剧 一场场艺术饗宴 观众看得乐不可知 不过在优扬乐曲 和幽默桥段的背后 上演的是表演者 真实的悲惨童年 像阿克特这样 从小被乌干达反抗军 绑架的儿童高达两万五千人 回首一九九零到两千年初期 乌干达军事强人科尼 一手打造反政府军队 绑架平民将男童训练成童军 女童则成了未安妇 如今战争结束 却留下无法抹平的伤痕 一群前童兵 号召曾经遭到俘虏的人 组成合唱团 他们要用音乐和舞蹈疗伤 战争结束后 这些童兵也长大成人 返家工作 虽然亲人已经不在 他们希望透过音乐和舞蹈 抛开阴影 重新适应新生活 大家新闻就不现编译 天气方面 整个美洲地区正面临 史无前例的暴风与威胁 美国本土算是灾情最为严重的 现在有超过一半的面积 就像冰封大地一样 积雪动不动就超过了30公分 很多的学校停课 商店也关门 甚至于在便利商店的粮食 都被抢购一空了 透过地图 我们带您来看到 目前温度比较低的几个地区 像是冰州 既然已经来到了零下 38度 维度比较低的明尼苏达 南达科达 大概气温也在零下 36到38度之间 这样的天气 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热闹的纽约时报广场 白雪纷飞 整座城市白茫茫 因为冰状在最后几个小时 我现在认为 纽约时报冰状 美国东岸和中西部 这个周末受到炸弹气旋带来的极地冷空气 以及强烈冷风 三分之二地区气温骤降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 纽约和波士顿两大城 气温低于摄氏零下11度 纽约市长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 炸弹气旋的专有名词是急速气旋生成 当一个地区的气压在24小时内 骤降至少24毫巴 就会被视为炸弹气旋 全球每年约产生40到50个 只是大多发生在无人海域 民众比较不会注意 包括纽约州 北卡罗南纳州 马州等地 积雪超过30公分 铲雪车忙着清除积雪 当地政府加派工作人员 在街头撒盐 帮助熔冰 美国气象预测中心的专家指出 美东时间周一 低温情况会开始缓和 在此之前情况可能会更糟 大海新闻综合编译 在这么霜雪的天气当中 最大的享受莫过于 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饭菜了 这是在南加州的志工 冰天雪地里再一次地 为煎油烹煮热食 这一碗碗热腾腾的面 加上每人一件毛毯 让温暖直达新坎里 一百二十五人份的热食 煮面条好处理 不过配菜也不随便 绿花椰 白花椰 红萝卜 高丽菜 还有蘑菇等多样 精心料理完成 需要六大盘容器才装得完 黄昏时刻 辞进美国总会志工 前往波莫娜街友收容所 第三年合作 职员分享他曾经收到街友的回应 志工们出餐流程 同样一丝不苟 以接待亲友般慎重 饱足的晚餐 郁寒的毛毯 街友的冬季 增添温暖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 罗碧珍 刘生平 刘明正 美国报道 也是在非常冰天雪地里 中国大陆的山东 举办了冬令发放 这一天有着阳光 像是每个人的心情一样 也洒上了太阳 志工前往入户关怀的时候 发现很多老人家 心心念念盼望着自己的儿女归来 于是这个时候呢 志工就扮演起了子女的角色 带给老人一丝温暖 老人家们身形脱背 埋伸的身影让人心疼 此就志工送上热饮 热包子 暖胃俱寒 有甜又好吃 又甜又好吃啊 好 心里外外高兴是吧 是的 高兴吗今天啊 高兴 高兴啊 94还能出来 很好啊 身体还很好 冬令发放每年的约定 志工 种植成成 让贫困乡亲领到过冬的物资 也能有温暖的心情 我希望呢 我能够就是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些患者 或者是这些贫困的人 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因为像我刚刚手就是脱手套 感觉一下那个人的感觉 其实还蛮冻的 所以他们每天生活在这种情形 真的是很不舍 我们当医生就都爱护病人 多帮助病人 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 七百多户入户发放 有些熟识的老人家相继颠领 有的孤独无业 有的虽然有孤女呢 但是好像也得不到很大的照顾 我们现在马上 为作要降到很低了 正好我们把棉被送到特别身边 把棉业送到特别身边 正好呢 过着一个寒冷冬天 特别的有些业 你不是想女儿吗 今天女儿再给你送个祝福 你看这是幸福 一个房门里面有幸福 话说到奶奶的心坎 把幸福爱心送到身边 物资有了温度 戴一新闻知识明 职工山东报导 物资是传达一份祝福 也是传达一份温暖 再看到的是福建泉州 东令发放这一天竟然下起了雨 职工第一要务是保护物资 泉州东令发放遇上下雨天 职工想尽办法保护物资 为两个街道 30个村的乡亲发放过冬物资 此次职工动员了400多人 希望大家都能快喜过年 我们的乡亲有一千多户 有两千多人 真的是让乡亲这样的 顺顺利利的物资回去 我们也非常的欢喜 职工队伍中有慈激照顾户 也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他们为善都不落人厚 很欢喜 很感恩 各自娇小的羊扁 职工一路相伴 帮忙扛蹄 他也感恩祝福 带着满满的物资 乡亲笑开怀 也直说今年过年 不愁齿船了 大约新闻 这上美之工 曾美玲 庄晓芸 福建报导 过年也就代表着 要为这一年画下句点了 欧洲的第一场 岁目祝福 在德国的杜塞道夫登场 每一个人领了红包之后 还有一句禁思语 像是对自己的新年期许 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人有无限的 我看到的是 学点头 学低头 不要学拳头 口说好话 心想好意 身行好事 交走好路 这是我今天要学习的功课 福惠红包来自台湾 爱的传家宝 德国慈祭志工举办岁目祝福 营造一个家的感觉 出席参加的朋友 把天下室当成家室来关心 主统回娘家 汇聚甚的力量 让爱传出去 大爱新闻知诚美职工 林美凤 陈静元 德国报道 岁末年中大扫除 在苗栗创世基金会的职务人 今天是接受了牙科服务 把口腔里的细菌和牙结石 统统赶走 替植物人洗牙 服务高规格 一位牙医师搭配好几位职工 牙医师洗牙时 职工负责安抚躁动不安的情绪 牙医师黄淑贤 多年来固定替植物人洗牙 他积极邀约 年轻一辈的牙医师投入 每一个地方都是要带领 我们走过比较好的慈善的路 我们希望说他们来 徐佑成 孙于婷 第一次来帮植物人洗牙 内心充满感动 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关心 然后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 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很开心 希望他们都可以健健康 不要再有什么感染 爱的付出让心灵血迹满满的正能量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张丽玉 罗锦奇 苗栗报导 接下来大爱20系列报导 今天要带您认识的 就是你在大爱新闻 常常会听到的真善美志工 在全球4500位真善美志工 就像是牵手牵眼的观音菩萨 也像是大爱台在世界各地的特派员 他们虽然都不是科班出身 但靠着用心学习 让自己成为有爱有专业的媒体人 1970年 慈禧志工前往花莲南方 进行东陵发放前的仿式作业 巴士卡在河床里 志工们只好下来推车 这个珍贵的画面 被正眼法师在第一时间记录了下来 有人因此说 正眼法师其实是慈禧的 第一位人文真善美志工 早期为了记录慈禧活动 志工们自主分工合作 发展出三个团队 应联会负责图像录影 比更队用文字记录 还有文宣组专门记录慈禧活动 上人说那应该把它结合在一起 讲到这一个故事 要图有图 要影有影 要文字有文字 影音文字 结合在一起三合一 所以一开始 我们这个志工团体 结合叫做三合一 同样在贫穷部落生活 南非德本 刺激人 对他们有份疼惜 三合一后来更名为 人文真善美志工 一间扛起 提供大爱台新闻 和节目内容的重任 每天大爱台新闻部的同仁 会将志工传来的影片配上口白 后制后播出 三合一天大爱台新闻部计划 他们偏不在欧亚非亚 甚至是很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 那这个点是在一些媒体或是一些通讯社都做不到的 他们也是我们当地的特派员 跟当地的驻地记者最及时 而且最深入当地的内容 从类比到数位 随着电视产业的日新月异 这些志工的本行并不在传播领域 为了使命必达 吃足苦头 那是他学 一看完全看不到 那上面所有的都是英文的 而且那个专业术语 对我们来讲困难重生 吕桂树是应联会的年老之一 在台电上班 而吴明伦则是幼儿园园长 也是2004年最早接受大爱台训练的志工 其实我们在上第一堂课 有一位讲师他讲说 你没有拍过100支DV带 你不要说你会录影 如同上年讲的 你从做中学 然后学中诀 就会去鼓励自己 就尽量一直去拍 大批志工自备器材 甚至一肩扛起 人间菩萨节目内容 地毯是记录各地 辞呈委员的典范行仪 这个对志工人 真的是一大挑战 因为他必须从自己去找 到故事 然后到出版 专版 到拍摄到最后的把影片两分钟呈现出来 突然要开始做一个节目 对他们来讲 可能不要说做节目 可能连奋进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通常我们收到志工带子的时候 我们会先确定他教的六校 那个有没有正确 比如说他的格式 该给的资料 有没有都给其 影片里面的拍摄的东西 有没有顺不顺畅流不流潮 我退过十几次了 他一直讲这个续剂要联系 我们就这个怎么会没有联呢 我们会发现还真的没有联 这个丢出去的瓶子 怎么刚刚丢着红色 现在什么蓝色 自我解潮求进步 其实为了帮助志工提升技能 教育训练和人才养成 没有停过 三赞美到现在差不多将近满十五年 所以在这个十五年里面 其实我们有做了人才养成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我们前五年 前五年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尽量邀请 我们的外聘讲师来陪伴志工的话 志工会比较有信心 很多志工放眼一看去都是灰白色头发的 你就会看到说他那么老 他要跟你学 他叫我老师 你也大家都有工作 那其实你们更令我敬佩 因为你们可能花时间还可能来学 这群志工更是带台员工学习的典范 我们来这边上班是可以领钱 他没有钱可以领 还没有做那么认真 那何况是我们 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年纪它不会是最大的问题 热情对才会是一个 持续他们可以继续做的一个动力 他一直告诉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如其他媒体所说的这么的黑暗 他们所看到的 他们所拍摄到的 其实是非常光明 非常有希望 而且非常有力量的 好 大爱电视台 20年来真的要感恩全球的真善美志工 做我们最好的后盾 而接下来这则新闻也来自真善美志工所拍摄的 这是在台中市的双食锅中的校庆园游会 看看此季的蔬食摊位热闹滚滚 推广苏食 事前准备工作真不少 相机志工在厨房忙碌 有人负责切菜 有人料理食材下锅烹煮 一道道美味苏食全是要送到双食锅中 校庆园游会志工摆摊推诉 希望邀约更多人加入111苏醒活动 希望说大家一起共同来尽量的吃苏食 年轻人我们希望他从小就知道 卢素爱地球 爱护地球 尽一份环保的责任 志工穿上可爱蔬果装 拉近跟大家的距离 有益人体健康 爱护动物尊重生命 志工也上台表演 家菜熊盖赞首语 透过一次次推广 号召更多人卢素救地球 大爱新闻真相美志工 蔡奇城 黄武龙 台中报道 中国文化在这几年变成了显学 慈济大学举办迎春活动 今天有人现场挥豪写春联 也煮了一锅锅热腾腾的汤圆 让慈大的外籍学生 体验一下中国人过年的氛围 走廊天满春联 瞬间让慈济大学的校园充满行春气息 达林大学的长辈们也写的一首好字 这里分享我们慈济过年的行业 非常高兴 祝各位新年快乐 另一边慈济之工也带着妈妈心 用最天然的金丝产品制作汤圆 让外籍学生也能体验到中式过年 汤圆好不好吃 就快要过努力年 大家也写下一句句禁思语 期待在新的一年也能口说好话 心发好愿 祝福大家不为双修 新年快乐 来新闻就是我们之工范旅招 花莲报道 明天要上班上课 也是入冬以来第一波的寒流 准备要报道了 一起来关心天气状况 大家好 我是郑团星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首先先从卫讯图的现况开始看起 在目前礼拜天的时候 因为受到中国南方 一直有一些水气冬移出来 所以在我们台湾 整个西半部几乎都是有雨室 除了南部 在高雄以及屏东 天气状况稍微稳定一点点之外 在这个高雄屏东以北 整个台湾西半部 今天都是有明显的降雨 那么在这个雨室的状况上 预计还会再持续 在礼拜一以及礼拜二的时候 都还是有一点降雨 礼拜二的时候 这个雨慢慢会缓和下来 所以在礼拜二晚上开始 就慢慢转成干冷的天气形态了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预测 随着这个水气 在礼拜一以及礼拜二的时候 持续影响 那到礼拜二的下半天开始 逐渐转干 这时候北方的冷空气 就逐渐南下了 所以从礼拜二的晚上开始 这个温度会逐渐的往下降 预计在北部的最低温 大约只有10度 甚至9度左右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了 整个台湾温度会有一个 很明显的降幅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未来几天的降雨状况 在星期一以及星期二的时候 还是有点雨势 星期一的时候 主要还是在台湾的西半侧 尤其是北部 降雨状况会比较明显 到礼拜二 这个降雨慢慢缓和下来了 可是温度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所以提醒大家 在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的时候 温度就会有明显的降幅了 至于到礼拜三以及礼拜四的时候 水气减少转为干冷的天气状况 几乎在整个台湾 这个礼拜三以及礼拜四的时候 天气状况还算是稳定 可是温度都是比较偏低的 要多留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在星期日以及星期一 温度还没有开始的明显降幅 星期日的时候 在北部以及整个西半部 低温大约都还是有17到23度左右 在中南部高温还可以来到21到26度 至于在台湾的东半部 温度状况在低温的部分 大约是19到22度 高温也是大约有21到22度左右 还不算是太冷 至于来到礼拜一 温度状况在北部最低温大约是17度 在整个东半部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 高温还有这26到27度 至于在台湾的西半侧 低温状况大约是18到22度 高温在中午的时候 在中南部还有23到28度左右的高温状况 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 温度还没有下降 但是在礼拜二开始 温度会有一个明显的降幅 提醒大家有多留意了 最后几个天上面的重点 大家来关心一下 封面通过 湿冷天气持续到礼拜二 从礼拜二开始 寒流逐渐报道 天气就转为干冷了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 这种温度明显的降幅 是非常容易让身体 一下子复合不过来 感受到有点不舒服的状况 至于到礼拜三 清晨的温度可能会更低 因为清晨在空旷地区 如果有出现辐射冷却的话 低温可能只有10度 9度 甚至再更低一点点 提醒大家在礼拜三的清晨 要多注意低温的天气状况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新闻最后带您到印度 看这位很花俏的交通警察 感恩您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 多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